朱婷回国 另两人转会 瓦基福银行下赛季面目全非 小编提醒 需要中文字幕的朋友请点击右下角打开字幕 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 多谢您点赞 欢迎您评论 朱婷所在的瓦基福银行将要同伊萨奇巴西争夺本赛季的联赛冠军 双方首场交锋将在北京时间4月24日晚上23点进行 决赛将采用5场三胜制度 决赛的这几场比赛恐怕也是银行目前这支阵容在一起打球的最后几场了 下赛季 瓦基福银行的阵容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首先朱婷将回到国内联赛 接着在队里待了长达4年的斯洛特耶斯下赛季将转会 意大利斯坎迪奇俱乐部 而待了两年的主攻罗宾逊也要改换门庭加盟费内巴切 拉西奇尚不确定是否还和银行续约 本赛季临时引进的意大利主攻迪尤里奥恐怕也不会留下 朱婷 斯洛特耶斯 拉西奇铁三角一起合作了三年 帮助银行获得了两个欧冠冠军 两个市巨杯冠军 联赛冠军 土耳其杯冠军 超级杯冠军各一个 能在短短三年内获得这些荣誉 可谓功勋卓著 这三人也多次荣获单向最佳 朱婷的MVP就攒了好几个 只可惜 天下没有不散的延席 他们仨最终也要分道扬镳 据悉 银行在运作引进巴西主攻加比来代替朱婷 比如瑞典接应哈克来替代斯洛特耶斯 另外一名主攻不排除由卡拉库尔特丹刚 毕竟哈克引入后他又没有位置了 而且这个赛季他一直在练习一传 那么下赛季的瓦基福银行将会是什么阵容呢 我们来脑补一下 主攻加比 卡拉库尔特 二船奥兹巴伊 复工居内什和拉西奇 吸引哈克 自由人奥格 埃米姆 这个阵容能会取得什么成绩 不好说 但肯定比不上朱婷在队的时候 毕竟队里已经没有超级巨星了 前不久朱婷在接受国际排联专访的时候表示 他在瓦基福银行打球挺开心的 作为球迷 我们也看得出来 朱婷在银行跟队友相处融洽 心神面貌不错 笑炼古德蒂也挺关照他的 希望在东京奥运结束后 朱婷还有机会重返瓦基福银行 本赛季的决赛 衷心希望目前这个阵容能够拼下联赛冠军 来一个圆满的收官 朱婷加油 赴详细比赛日程 小编多谢各位看官